Hello, 欢迎大家来到GaGa Home 现在我看这间屋是Advanted Home 在Burton on Train下面的小镇 第五间我看的屋 这间是一间两房的 semi-detached 我们马上就进去参观一下 它的名字就叫做The Back Bridge 就是一间两房的show house 我们进去看看 进来你会发现它的设计和其他有点不同 它的中间的楼梯在家的中间 我想它用意就是想家屋比较开阳一点 不要做墙在中间 令它感觉上大一点 这个就是厨房位置 这边的厨房位置虽然不是四平八稳正方形 但它也可以做到一张四人的饭桌 稍微小了一点 看看这里的门是什么 这是厨房位置 这也挺方便的 煮完菜 这边的料理都可以 看着这个汤 想象一下 蹲在这边玩iPhone 看着外面煲汤 是否很方便 但是它就要善用一些空间 有什么alarma fillsboxer 都在这个位置 这边其实是一个楼梯底位 它将楼梯底和厨房 是融合了的 所以大家不要期望它还有名次 那些是不可能的 但是以一间两方屋来说 楼梯底的厨房 有这么大 确实是有点惊喜的 好了 来一来看看厨房 很基本的 有个煮食炉 有一个焗炉 这个全线都是用了电视 再次 和一个叉楼烟机的系统 我不明白贵楼也是这个系统 便宜楼也是这个系统 没有分别 都是单个 charcoal filter 式 这里又做了一个洗衣机 在这个位置 应该没有ditch washer 因为一眼看完 其实储物空间不算太多 比起刚才三房 semi-detect 的那间 上一集我们看过的那间 差很厉害 这个储物空间比较少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设计是实用的 但是我还是 不应该比较少认单 但是我还是要走 但是我现在被蒼烟机 没说 那边 是在那边 不应该 那边 就是 对 叶子 不应该 不应该 是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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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